台電大樓事實上從頭到尾 我們在整個疫調 上面都是有掌握 不管有沒有親自到場 台電職場群聚 自己密切關注 柯文哲這句話聽來 似乎是不想要被中央搶功勞 因為19號中午 陳時中跟王必勝沒通知 突然去台電視察 中央來下來關係很正常 柯文哲不好答的 由副市長黃珊珊回應 雖然感謝中央關心 話語中不免飄出酸味 但要怎麼證明有掌握 北市府自制圖卡 話說從頭 7月23有一個案例 那觀察了20幾天 沒事 所以大概就是那個感染 還好那個case沒有傳染開來 因為台電群聚 外界質疑北市府又重到環南覆轍 柯文哲強調第一起確診 在7月23號是21樓員工 有明確感染源 匡列16人目前已解隔離 20天後7樓1人確診 在匡列採檢中 再找到案16001 也就是確診孕婦 定調跟7月底的個案無關聯 而且目前台電篩檢2332人 全都是陰性 那位孕婦的小孩 那已經由大人陪同 已經做居家隔離 住到防疫旅館去了 在第一時間 並沒有任何的疏漏 或者是任何的瑕疵 陳時中臨時到場 再掀起跟柯文哲的角力 北市府不讓柯文哲硬碰硬 公布處理過程 避免誘城風暴中心 TVBS新聞李國正立平台北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 TVBSnews頻道並開啟小鈴鐺 同時用手機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焦點 等你唷 看來下載TVBS